安东尼满足不了火箭 都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 其中火箭最终挺进西部决赛 遗憾无缘总决赛 而提胡则是以四杠零横扫了开拓战之后 在半决赛中办个勇士 这两支球队同样需要补充一名防守能力不俗 而且可以命中三分的风险球员 此前有消息提到 老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类似一名年轻球员 再加上一个未来首轮选秀权的报价 而火箭此前也运用来恩安德森 未来首轮受保护选秀权和奥鲁阿库 句话的贝兹莫尔 但在老鹰看来奥鲁阿库 不会是球队希望得到的年轻球员 而老鹰更想要的是火箭今年再次了选中的新秀球员梅尔顿 但即便这样的交易成型 安德森未来两个赛季的大合约 也会将老鹰受到这种 其实安德森的风格也非常适合老鹰的阵容体系 拥有许多三分投手 像是普林斯 都西这样的球员 可以帮助球队提升三分火力 而且守了选秀权和梅尔顿也是一笔不容错过的财富 但安德森的孱弱的防守能力会被放大不少 相反 对于火箭来说 贝兹莫尔对于球队的提升是非常有力的 可以为火箭尼武阿利加和巴默特离开之后 三分合防守能力 这一 点在过去的赛季中贝兹莫尔的表现中可以看到 而提湖 他们能给出的筹码是艾丁萨 所罗门西尔和蔚来的首轮选秀权 这样的交易筹码似乎老鹰会更容易接受 因为这两位球员的合约并没有像安德森那么大 而且阿金萨的合约即将到期 就算阿金萨没能有更好的表现 在赛季结束之后也可以清理掉 所罗门西尔的合约则是年限更长 四年4800万美元 但却没有在过去赛季中有好的表现 阴山紧记打了12场比赛 场军仅贡献2.4分 三个篮板 1.8次助攻的数据 或许在被交易之后 老鹰会选择将它买断 对于老鹰来说 年轻球员和选秀权是更为重要的 火箭明显更有优势 而作为贝兹莫尔来说 与其待在重建球队 还不如来到更有竞争力的球队 无论是火箭还是骑虎 apples到翅上 就是船机 的数据 也是 我们先进行 帮助攻击 双方